大家好 我是周公 这几天都没有发什么干货的视频 那虽然关注周公的老铁还在称称的网上涨 但是呢 周公总感觉再不发干货就要掉捆了 那今天周公就分享一个小小干货 幽居斗角 虽然说这个操作很简单 但是网上的视频都把它讲的太复杂了 给那些想学幽居的网友造成了很难学的错觉 很难记 要记的东西太多了 那本期视频周公就用一个通俗易懂的讲法 让你一听就懂 一看就懂 让你知道原来学幽居也是那么简单的事 好 首先我们又想给这个面的这些全部倒上角线轮廓全部倒上角 怎么操作 那其实是相当的简单的 好 我们看着怎么倒 所以右键插入工序 选择 2D扎工模块的平面轮廓写 四毫米倒下刀 确定 那我们要把这个面的所有轮廓这些框框 全部要倒上角 怎么操作 指定部件边界 点击这里 点击这个面 直接点击一个面就搞定了 确定 然后指定底面 点这个面 指定底面什么意思 我们点负一 就是刀尖伸过这个面 一个毫米 确定 然后我们直接生成 直接生成 这个导角道路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导角道路点击这里 确认 把导角道路放在这里看一下 有没有导到 咦 没有导到 看见没有 还是刚好爱到这个边 是没有导到的 那比如说 我们想到C0.5怎么倒 直接在这里-0.5好 直接生成 那我们再看一下 确认 你看他是不是导到了 他就导到了C0.5 所有边都是导C0.5 但是你看有一个问题 这个位置 他撞到这个 撞到这里了 我们 不要让他装到这里怎么办 让他跳过去怎么办 也很简单 这里有个检查边界 点击一下他 再点这个面 确定 好 直接上层 他就自动跳过去了 那是不是很简单呢